欢迎收到屈机TV 我是屈机主播周杰盈 走过路过,万物错过 18宗口味的凉凉利小食 试过之后要付诸长尖走道 鬼佬们真是直呼过瘾 中果未死,YYDS 近日我国突然宣布了一个很大的利好消息 中国将免签政策演唱到144小时 这个消息举细震动 还有,特别是对那些来自欧美的游客来说 简直是很罕见 很长时间以来 因为西方媒体一日到刻都在抹黑造谣我们 所以在很多外国人眼中 我们还是一个极其落后 缺衣小食, 极不安全的国家 所以在144小时免签政策才刚落地 很多外国的blogger、YouTuber 甚至抱着一个试死如归的态度 来到中国 想看看被他们的媒体感到恐怖的一个国家 究竟是怎样的呢? 以前我们中国人去外国旅行 将人民币兑换作外币在外国消费 现在, 取着中国开放免签政策 不单止我们中国人可以很顺畅地周游列国 西方游客也可以来到我们中国 为我们带来丰厚的消费和寄议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怎样成功为中国的城市 成为移动的西方钱包 这个夏天, 为什么China Travel在外网会那么红? 持续走红的流量密码又是什么呢? 今天既然跟大家来讲一讲 无论在国际政治还是文化交流方面 中国都用了很多苦心去经营 这么多年来 中国一直都积极地开展对外宣传、外交交流等等的工作 希望可以更好地向世界展示出一个真实的中国 疫情这三年 国外很多新闻媒体都肆意抹黑中国 他们以不同的角度去针对中国的所谓环境污染 网络监控、宗教迫害等等 甚至讲社会信用分 不断去造谣抹黑污蔑我们 所以消除误会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面交流 亲眼来看一看 比什么宣传和粉丝更好 自从中国针对主要几个国家 开通144小时免签过境签证之后 国外的游客只需要提供一下国家的预定机票 就可以在中国逗留144小时 即是6天这么久 这个政策在去年11月开始对54个国家生效 去年中国已经陆续采取一系列的国际旅游政策 来到我们中国的Vlogger 持续上演特种兵之旅 以China Travel 72或144小时过境面签 做主体的中国旅行Vlog 在外网的流量效果非常好 144小时6日 对于一次旅行来说 已经算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尤其是对那些第一次来中国的人来说 现在大家经常都会把第一次入境的城市 上海很亲切地叫做外国旅游KOL的新首村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一来到就不小心被震撼到 高楼临立的城市 干净的街道 数字化的货币 琳琳满目的美食 电动化交通带来安静的街道 晚上的灯光show等等 就如入了一个梦幻的地方 带来的那种震撼 是突然间由担惊受怕 变成一个巨大的惊喜 上海的小龙爆灌烫爆 传统风情的游园 世界上最美的天际线上海外滩 北京灰云的故宫 秀丽的仪和苑 重庆的3D魔幻城市 成都的火锅变念彩椅 西安磅薄的兵麻涌 贝民小食界 桂林的赫斯特风茅山水 数都数不完 这班已经尝过144个钟甜头的玩家 已经升了 新疆乌鲁木齐 青海西宁 混南丽江等等 这些地方 变成了他们的新目的地 有一个印度KOL 去了新疆乌鲁木齐 被乌鲁木齐的繁华震撼到 嚇到嘴仔都震了 最搞笑的是 有些新疆网友 在他的视频下面留言 我竟然在看外国人 介绍自己的家门口一个钟 新疆的安静祥和 人民生活 完全是激碎了 国外媒体 对我们国家的污蔑诽谤 还有大量外国人 一贯的偏见和误会 在YouTube和TikTok上面 有很多的爱国blogger KOL YouTuber 来中国玩的视频都爆红 而在标题上面 出现最多的词是 Unexpected Never expected Not what we expect 又或者是用到一些很惊叹的词 去表达他们遇到的 Cultural Shock 很多KOL 在来中国之前 就受到一些黑板印象 又或者误解所影响到 他就怕在中国 拿个相机出来拍照 会被人拦住 就算是CCTV Cam 会侵犯到自己的私隐 澳洲一个KOL Josie Leves Sings 都说自己对中国的了解 都是来自新闻报道 非常之狹窄 一个美国的KOL 就说 他们在校园里面 几乎是看不到 中国相关的知识 来自媒体和政客 传递出来的消息就是 中国在衰退 中国很危险 中国很险 几乎在所有的 China Travel的视频里面 这些KOL都会解释 之所以 自己会制作这些中国旅行片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 负面罪事 当原先的顾虑煙烧云散之后 这些人也通过自己 无数次被中华文化吸引 中国美食俘虏的亲身体验 在国外的网站 展示出一个真实的中国 通过他们的Vlog 和媒体报道的反差 打破了外国网友的黑板印象 更是令到更多外国网友 对中国的好奇 和贪疏肉持续上升 搞笑到他们的观众 竟然催羹 即是叫他们快点出下一条片 他们很想看 取消越来越多的 外国blogger KOL 加入China Travel的行列 这个流量密码的生命力 变得越来越强劲 你知不知道 最震撼他们的是什么呢? 是中国的城市建设 和基础设施保障 宽敞的马路 干净整洁 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 和遍布各个城市的美食 都令到他们流年忘返 中国的美食 他们赚不住口 听说之前有个外国的美食blogger 说想吃遍中国 结果搞了半年多 都还未走得出成都 临单至今 中国良好的治安环境 和朴素热情的民众 也令到他们很难忘 在欧美很多国家 夜晚出门 都要面对很多危险的情况 包括抢劫 或者枪击等等 但是在中国 他们看到的是 数不尽的夜市 路边摊 还有夜妈妈出门 一些顾忌都没有的民众 有很多KOL 说到在夜晚的时候 看到有些女孩 一个人在街上 他们吓了一大跳 没想过中国竟然可以安全到紧 但之前有个黑人rapper 叫Leah TJ 他中过七枪 来到中国演出时 他的粉丝就开玩笑话 他来中国 是他这两年来 最安心的一次演出 竟然不用着鼻蛋饮 他那时还很大方地 在演唱会上 拉起他衣服 展示他身上的蛋洞 我们中国 因为天眼的最大化普及 确实获益很大 近几年 国内的犯罪率一直下降 这种安全的环境 甚至夜晚 全街都是人的景象 对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人被人被死人 货被货 最后只会扔掉 当他们拿中国 和他们自己国家的治安环境 去做比较的时候 告下立盘 很多人玩了几天后 在免签结束之前的几个小时 都是依依不舍地离开 当然 很多拍旅游片的KOL 在中国玩了六天后 被中国的人民文化 地大蜜薄 丰富的风土人情 各种民族活动等等 深深地打动到 他们觉得六天 根本就玩得不进行 探索不完整 于是乎 就利用了里面的小笔 就是飞去香港或澳门 第二天再坐飞机或高铁 重新入境 然后又来一个完整的六天免签 挺聪明的 你想不想像得到 看到路边四五元一个大西瓜的 一汉KOL的表情 你想不想像得到 吃了一餐大餐之后 卖单的时候 发现只花不到50美元的 那帮美国KOL的样子 物价低 生活成本低 是很多外国KOL 来到中国的第一感受 在中国用几十美元 就可以买到很多很多东西 如果放在他们国家 可能要花过百美元才行 很多外国人都感叹 中国人真是太幸福了 有些KOL为了测试 中国快递的便称程度 来到中国之后 直接去到一些乡村旅游 再试一下网购 看有些东西多久才来到 结果在乡下 竟然用了两天就收到快递 还送到他住那里 有些KOL 还去到医院那里看看 虽然人很多 但是诊治的过程非常快 而且洗肺也不贵 要知道 在美国叫一次ambulance 救护车 和医生简单谈几句说话 可能就要买一张过千美元的单 中国这种方便的生活 令到他们赚不绝口 一个美国的旅游KOL 征建了他的手机 他半个小时后 回到电话那里 居然发现手机被一个中国女生看着 这种安全的环境 令到他们两夫妻 流下了羡慕的眼泪 曾经提起中国的旅游政策 很多国际友人可能会有些抱怨 觉得中国的签证手续很繁复 很难搞 特别是对一些非洲 南美洲和东欧国家的朋友来说 要来中国旅游简直难过登天 这些政策也影响了中国的出境旅游市场 令到很多外国友人望而却步 为了令到更多外国友人了解到真实的中国 中国政府也不断地改善旅游环境 简化签证手组 现在在国际社会内 无论是政治、经济或文化 都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内 如何更好地进行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 成为了各个国家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在这方面 中国似乎找到一条新的路径 就是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 以更多元化的方式 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而TikTok作为现在几乎最流行的短视频平台 成为了中国向世界展示真实生活的窗口 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外国友人 都会通过TikTok 来分享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点地 中国的传统文化、美食和风土人情 令他们对中国有了更加立体的认知 而作为一间中国企业 TikTok也是很懂得利用这个优势 为中国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 注入了很多新的活力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中国的短视频 无论是美丽的风景 丰富的民族文化 还是中国的高科技成果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通过这些短视频 外国有人可以更加直观地 调解到我们中国 现在在外国的视频网站 包括TikTok上面 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 基本上一post就火 越来越多的外国KOL 来到中国体验这种安全 知识和便知的生活 轻而易举地 将西方国家 几十年来对我们的妖魔法 抹黑化解了 随着这个政策的延续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外国友人 来到我们中国 为我们进行免费的自发宣传 据了解 今年第一季度 外国人来中国的数量 比2023年同期增长了三倍 累计签法 外国人签证证件 46.6万人次 同比上升118.8% 免签入境外国人 198.8万人次 同比上升266.1% 正正是因为免签入境政策 亦为中国的旅游业和文化输出 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最近 英国就有一家五口 成为了耐鱼熊人 据问他们卖了他们在英国的房产 专门来到中国旅行 拖家大口 这么大阵将 引起了国内网友 一起来集体围观 无论是在北京 还是上海 甚至在各个社交平台 都可以看到一家五口的站者 在不同的地方发出来的现场报道 一场家庭旅游 变成全国巡游 亲身体验中国的地带密博 也令到更多的外国友人 来到中国 用最好最直观的方式 了解中国 正所谓消除偏见的前提 是真正提得到 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 除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来到旅游 各个地区 都难免会面临一些 对外接待的问题 人人平等是我们的原则 外国人来了 我们好客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不可以在处理一些 涉外问题上有偏袒 要避免出现相关的预情 似乎变成了下一步 对各个地方的考验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市民来说 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 用热情好客的态度 对待他们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自信 因为现在的我们真是很强大 最后竟然觉得 中国夜市太危险了 银包都大出血了 还大了一大肚脂肪回去 国家制定的 这一百四十四个钟过境迁 陷阱是思思级的样貌 不用一枪一弹 直接用事实 透过他们人民的眼睛传播回去 让我们自说自话的解话 更有说服力和接受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地 成为故事的讲述者 和文化的传播者 我们也在不断的实验和创新内 深入挖挖出 关文化交流的深层潜力 和可能性 讲好中国故事 你和我都是发言人 我们的屈机主播周婧盈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